北京医院院长送给老人三句话,很多病其实都不算病,只是变老了而已了。 关注健康,共享美好生活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颖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。 步入老年阶段后,王大爷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,每天都要坚持锻炼, 而且基本每年都会定期去体检,然后拿着做出来的体检报告,去和前一年的对比, 一旦数据一长,就紧张得不行,担心是被疾病盯上了,不光和自己之前的体检报告对比, 他还和好友们的对比,甚至和儿子们的体检报告对比,自认为自己的身体要比孩子们都强壮, 但发现孩子们的指标都要比自己好,就变得焦虑起来了。 专家指出,很多老年人的病其实都不是病,只是老了。 一,北京医院院长,很多病都不算病,只是衰老了,人老了就不中用,一生都是病, 这是很多老年人都习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 事实上,这一身病不外乎是血压,血脂或血糖略高,再问问,他们也一直都在治疗这些病, 用药后三高基本上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。 不过,这些老人眼中的老年病,在北京医院,主人医师王俊叶教后看来, 其实只是人老了,关于老年人的健康和养生的有关知识, 王院长曾经在多次公开媒体采访时,发表过很多看法, 总结起来不外乎是三句话。 一,是,老年人别和年轻人比数据, 年龄到了,器官就会出现一些功能的减退, 但这都不是病,老年人没有必要为难自己, 一味追求和年轻时一样的体检数据, 有一些检查指标不符合正常值, 但通过用药控制或治疗手段, 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和正常人一样生活, 就是健康老人, 二是,老年人很多病都不算病, 只是老了, 至于所谓的病要不要治, 要看是不是符合这两点, 一方面有没有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质量, 影响到就需要及时治疗, 不影响就可以先不用治, 另外一方面要看, 有没有带来某些身体器官的危害, 没有就可以暂时不治, 有的话就需要及时治疗, 三是,某些指标超标是合理的, 别老想着动刀子, 像男性的前列腺肥大, 在中老年中很普遍, 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治疗, 只有影响排尿了才需要治疗, 而且能口服用药缓解的, 就不要想着动刀子, 二,六种病其实只是人老了, 过度治疗反而伤身, 经常听老人们说, 这不舒服, 那不舒服, 但其实有些老人的病, 其实只是人老了, 并不需要过度治疗, 一,动脉斑块, 据统计我国有两亿人, 都有颈动脉斑块, 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有, 动脉斑块虽然是运动量少, 吸烟, 糖尿病, 高血脂等多种因素, 共同作用的结果, 但与年龄增长也有很大关系, 一般, 只要斑块不是很大, 没有形成较明显的动脉狭窄, 是不需要特别处理的, 二, 前列腺钙化, 前列腺钙化, 是前列腺炎后留下的疤痕, 只是证明之前得过前列腺炎, 并不会影响身体健康, 一般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, 只要定期复查就行, 三, 肝血管瘤, 普外科医学专家指出, 肝血管瘤, 是胚胎发育时的一种血管畸形, 并不会影响肝脏功能, 属于一种良性肿瘤, 大部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, 95%的血管瘤都不需要进行治疗, 四, 无症状骨关节炎,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 骨科主任医师王海斌表示, 很多骨科疾病都与年龄有关, 像无症状骨关节炎是增龄所致的, 一般并不需要过度治疗, 视频看到这里了, 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,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,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,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 五, 心脏早博, 痘性心率不齐,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, 副主任医师李延表示, 没有明确症状的呕发心脏早博, 平常多注意观察就好了, 无需过度治疗, 痘性心率不齐, 一般也是无需过度关注的。 六, 宫颈糜烂, 子宫肌瘤, 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, 刘冠苑表示, 子宫肌瘤, 宫颈糜烂这两种妇科疾病, 如果没有影响到其他器官, 那并不需要过度治疗, 以免影响疾病发展。 三, 六十岁后延缓衰老, 做好五事, 发表在自然, 医学上的一项研究, 通过对4263名受试者的血浆样本, 分析发现, 三十四岁, 六十岁, 七十八岁, 人体蛋白质含量变化最大, 也就是这三个年龄段, 是断崖式衰老的转折点, 六十岁身体会全面进入衰老阶段, 不仅是身体上的变化, 同时还有心态上的改变, 如果养生保健不到位, 那身体可能会发生至的改变, 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, 但如何让自己老得慢一点是可控的, 日常生活中做好五件小事, 可以让衰老来得更慢一些, 一,合理运动, 人到中年很容易发福, 身材走样, 想要体型好看, 一定要坚持合理规律的运动, 二, 健康饮食, 健康合理的饮食, 有助于预防脏器疾病, 建议饮食上要少吃甜食, 多吃新鲜蔬果, 多喝牛奶, 远离烟酒等, 三, 保持体重, 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显示, 肥胖会加速机体肝脏衰老的速度, 因此为了肝脏健康, 平常要将体重控制在理想范围内, 四, 多晒太阳,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, 主人医师徐海玲指出, 多晒太阳有助于补钙, 保持骨量, 尤其是绝境后的女性, 由于雌激素减少分泌, 容易出现骨质疏风, 多晒太阳有助于维生素第三的合成, 促进骨骼的生长, 五, 勤用大脑, 大脑用劲肺退, 经常用脑能让脑部血液循环, 延缓大脑的衰老, 很多所谓的老年人疾病, 其实并不是病, 只是变老了, 根本不需要过度治疗,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, 想要延缓衰老的来临, 平常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 合理运动, 饮食健康, 勤用大脑等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